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畫圖 最好是畫上個禮拜是折線圖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直條圖 哪個側站 然後它的高度多高 有沒有像那個直條圖這樣 那要怎麼繪製 一樣的道理 我需要先產生兩個串列 那產生串列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呢 這個跟之前一樣 反正就一個LisX LisX的話我們是拿側站 然後LisY的話 就是他PM2.5的數值 所以也就是說我要取得 就是第一欄跟第三欄 其他的資料不要 所以其實可以用Lis2裡面去抓資料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利用那個 我先把上面那個 PM25的那個 存檔的部分 剛剛那個CSV跟ECL先把它註解掉了 就把它選起來按Ctrl-1 然後呢我就產生一個LisX跟LisY 然後呢我for i in range 因為總共78個啦 我覺得這樣跑下來太多了 所以我就乾脆 從前10個好了 0到10的話就跑到9 所以0到9 那意思就是說 我大概就跑到那個什麼 從大乘 一直幫我跑到永和就好了 不要太多 然後呢他PM2.5的數值就這些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這個是LisX 這個是LisY 然後我就從這個Lis2裡面呢 抓到之後呢把它取 第0欄 0的話就是 第一欄就是它的那個側站位置 然後呢 第二的話呢 就是第二欄的話 應該是 2的話是第三欄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它拼得出來 前面我其實有寫一個邏輯判斷 我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 這個前面這個先觸檢拿掉 LisX 看一下 然後得到的結果 沒錯 大乘一直到永和 然後底下的數字是OK的 所以得到了 這個是LisX 這個是LisY 好 那這兩個有了 沒問題了 接下來的話呢 就跟上個禮拜一樣 我們只要引用 所以底下 把這個打開一下 這個 OK 再來的話呢 我就引用那個 MASPLYLAB 這個 所以 InputMASPLYLAB 它其實後面很 這個 它的 這個名稱太長了 所以我取個別名叫 PLT好了 OK 那一樣喔 如果是折線圖的話 就用那個PLT 然後呢 給它 兩個 兩個那個 X跟Y 那這樣的話 折線圖秀一下看一下 執行 好 跑出來了 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呢 有兩個地方需要改善 第一個的話呢 它並不是直條圖 它是折線圖 所以如果要把它改成直條圖的話 怎麼做 非常簡單 第二個問題是 底下的名稱呢 是 亂碼 OK 那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應該會蠻常遇到的 因為 其實外國人他弄這個東西 他根本不會想到多國語系的問題 也就是說 他給你的那個什麼 他在他預設的那個字型 TTF裡面 他只有用英語跟數字還有一些符號 他並沒有把中文的字型納進去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他沒有這個TTF 那我就自己把它加進來 然後把它改掉就好了 後來我發現OK 所以待會我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畫圖的時候 遇到那個無法顯示中文的話 該如何解決 OK 所以兩個問題 第一個比較簡單 如何把它畫成直條圖 好 他畫直條圖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 這個 Plat改成Bar就可以了 Bar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Bar就是直條圖 OK 所以改這個比較快 直移一下看看 OK 你會發現 哇 直條圖出來了 OK有沒有 很簡單 如果你要改顏色的話 跟之前那個差不多 改個顏色 甚至你要改個樣式等等 蠻簡單的 第一個問題比較好解決 把那個Plus改成Bar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要解決中文問題 那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那這個解決中文問題的話 可能要請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 雲端 白板裡面 可能要找第十二個單元 有沒有 十二個單元裡面 解決中文問題 會是在這個講義的最下方 所以你們往下拉 這邊有 在這個講義裡面的第十八頁 解決中文亂碼問題 那規根究底 大概就是 就是兩個地方 第一個 他那個 廢圖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 TTF TTF應該各位知道吧 那個字型檔有沒有 他裡面沒有中文 所以怎麼辦 那我們就搬一個中文給他就可以了 看你是要給他標凱體 還是要繁體中文 都可以 第二個的話 修改他的設定就OK了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你只要細節注意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去 根目錄底下 去把我們 電腦裡面的字型檔找到 各位應該知道 字型檔是放在 C點底下的Windows 底下的一個叫Fonts的一個目錄 所以我比較懶惰的做法是把 C帖號斜線一直到FontsC 然後你就開一個檔案總管 把它直接 這邊貼上 這邊上面路線貼上 C帖號斜線Windows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就會有一個 標凱體 還是微染症黑體 還是新性名體 OK 不過我在講義上面 只有提供兩個設定方法 一個是 標凱體 跟微染症黑體 不然我們先用那個什麼 標凱體 好 第一個 那 這個是我們電腦內部的一個 自行的路徑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再開一個檔案總管 我另外給一個路徑 所以另外再開一個檔案總管 然後上面這個路徑 就是找到那個什麼 MatePriLab 它這個Package在的位置 這個路徑如果你假設不知道 我這邊也有 這邊 C帖號斜線 一樣是Python38是這邊 反正這一串 很長一串 你去C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第二個路徑 所以我的習慣是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貼到這裡 什麼 C的底下 所以這個是C的底下的這個 所以其實就MatePriLab 到底它幫我們下載的時候下載到哪 其實下載到這裡啦 它的 縫子裡面有一個叫TTF Enter 自行檔在這裡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我們 剛剛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標凱體 你就把它拖拉過來 複製 標凱體過來 丟到哪裡 丟到它的TTF 因為它沒有嘛 所以給它 然後我剛剛已經拉了一個 所以我直接把它取代過 OK 所以你會發現它拖拉過來 標凱體好像就是這個 叫什麼 Kaiu.ttf 然後它的檔案有5Mb多啦 你會發現它 他們的其他的TTF 都只有幾K而已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英文跟數字 還有一些符號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 標凱體的中文 5Mb多為什麼 因為它有 幾萬個中文字啊 有沒有 所以裡面當然容量會相對比較大 好 所以有了 但是有了 可是你現在去run 它還是run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設定改一下 哪個設定改 這有點 接下來的話 你就在這一個TTF 這個地方 向上一層 再向上一層 大概向上兩層 會到那個MasicPriLab的 這一層 什麼MPL 1-Data 裡面的設定檔就這個 叫什麼 MasicPrizeLibraryRC 就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 你必須 把設定改掉 也就是把 它原來的那個 字型設定 所以按右鍵 找到那個 記得 Norway配++ 然後尋找一下 所以Ctrl F 找什麼呢 OK 這邊其實也有了 請你找這個叫 FoneFamily Ctrl C 然後到Norway配++這邊 Ctrl F 然後把這個貼上 尋找一下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它會找到 就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它預設是這個 這是什麼 Sense 這個事情 然後呢 記得把它改成 標凱題 不是打中文 而且標凱題 它有個 英文的固定名稱 這個名稱 我是建議你直接 拿這個 就這個 大小寫 我看應該有 這個 這個比較安全 我剛剛用大小寫 我不確定有沒有問題 OK 就這個名稱 然後把它怎樣 我跟你講 我乾脆把這個放大一點點 避免大家 好 記得 這個 把它改成什麼呢 把它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 這個把它蓋掉 意思是 我不要用那個 英文的 我要用中文的 就是我剛剛放過來 這個標凱題 貼上呢 把它什麼 儲存就可以了 好 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 跟各位講 接下來 如果你現在RUN 它應該還是 這個RUN 為什麼 因為你還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把Spider 整個關掉 再全部打開 才會生效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我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 我再把Spider 重新再執行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理論上 如果沒做錯的話 不過 這動作其實還頗多的 只要一個地方做錯 就會出問題 好 來執行看看 執行 一樣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底下的話呢 看到的就會是 標排體 應該沒錯啦 OK 好 所以 這個MASER PRIME LAB 因為主要是 它沒有顧慮到那個多國語系的這種問題 所以我把重點再講一下 一 你就先開什麼 反正可能就開兩個目錄 一個是 你C Windows的FORM 你把標排體怎麼樣 把它拉到這個地方 拉過來就可以了 拉到這個TTF這裡面 那二的話就在這個TTF上兩層 這邊有一個這個設定檔在這裡 按右鍵 把它Edit一下 然後尋找這個叫FORM FAMILY 把這個後面原來的字型 改成標凱體 標凱體它有固定的名稱 再來把它存檔之後 記得Spider重開 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們畫圖部分 其實是沿用那個上個禮拜的做法 就是一個ListX,ListY 那不過我現在只有畫圖的話 只有畫 前十個Item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 我如果折線圖的話 就是這個PLOT 記得把它改成BAR 就是直條圖 BAR就是直條圖 OK 然後 中文的部分比較麻煩 中文的部分 可能要請各位 參考那個第十二個單元 裡面的第十八頁 十八頁下面這邊 就會有這個步驟 所以一 這個 我把這個 這個要複製的乾脆 前後加空白好了 把這個稍微要放大一下 你們只要放 只要 只要 貼 只要 不要貼錯地方 記得貼上面 路徑對就OK 因為我們理論上都在C碟 除非說你是 放在別的尺度 或MAC可能也差不多意思 只是說你那個路徑稍微改一下 然後編輯的話就是尋找這個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想要改微覽正中黑體 我可以啊 只是說改的名稱 複製的就複製中黑體 然後名稱的話就改那個 上面的這個名稱 這樣OK了 這個方法其實 就可以一勞永逸徹底改那個 就是 亂碼的問題 你說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也有 你可以引用那個MACPYLAB 裡面就是字型的屬性 然後重新給它字型 但是我覺得好像 那個變成每次你都要去加 反而好像沒有這個來的便利 這個是一次性的 改一次就好 如果說你是用那個 改那個屬性的方法的話 就每次都要加那一段的敘述 我覺得 不有優缺點 OK 那 不妨可以試試看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的話 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就會是 我們繪製出來的直條圖 看起來其實還OK 當然因為這邊有78個ID 我們就抓前10個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要繪製其他的 變成說你變成就要分很多張圖 去做顯示了 不然的話 還是說 10個OK 甚至你可以 不只10個的話 你可以再把程式改一下 我這邊是 For I InRange 如果是0到20 如果到20的話 變成就是 他繪製的話 就是有20個 20個 20個測站其實好像還好 如果更多的話 我發現又太擁擠了 所以這個到底數量多少 你們稍微可以改一下 不過好像我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有些測站的資料 如果假如是空的 這太多 這太擠了 底下都擠不下 就是有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假如說那個測站裡面 PN2.5 像今天好像就沒有 就是PN2.5的數字 有些是空的 之前有發生過啦 今天這個時候好像就沒有 有些測站裡面好像沒有丟 那個PN2.5的數字 所以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造成就是沒有資料 那你會變缺一個 那缺一個怎麼辦 所以我就多一個判斷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就幫我轉成0 因為如果你沒有資料的話 他最後好像就不塞資料 所以我好像後來 我是有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在那個List of Y上面 我判斷什麼呢 如果這個PN2.5 假設來個資料裡面沒有數字 沒有數字的話 就等於等於空的 所以等於等於空的 那我就在裡面 把它塞一個0 OK 因為如果裡面沒資料的話 那 將來會出現錯誤 因為我 我踹了一樣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 至少我塞個0進去 比較可以確保那個 將來這個地方不出錯 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啦 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反正就是加個邏輯判斷 最簡單的啦 OK 要看是 可以試試看